欢迎您成日锁定东森晚间新闻 我是吴雨淑 台联昨天开记者会说 韩国瑜年轻的时候坐过牢 在官户所接受感化教育 事隔一天还加码 拿出了跟黄光琴合作的传记 说韩国瑜17岁外出闯荡 说这一年空白期根本没有交代清楚 不过韩半怒斥 子虚乌有直接提告 网红钟明轩自爆 其实在蔡英文之前 他曾经获得韩国瑜办公室的邀约 一起来谈网路霸凌 但是因为他自己也常常被韩粉出征 所以拒绝 他还希望韩国瑜可以管好韩粉 不过韩半第一时间被问到这个事情 就说这是谁呢 我们不认识 而且从来没有接触过 另外一位网红蔡阿嘎 昨天也立刻发影片了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看 总统证件发表会的内容 所以他用模仿秀的方式 带大家30秒就看完三位候选人的证件 好我们就正经一点来看看 昨天的这一场第一场证件会 到底内容是什么 其实韩国瑜一开始就先先发制人 打出了国家主权 还有民进党贪污的议题 来反问蔡总统 所以证件会瞬间变成了辩论会 至于蔡总统呢 他也不甘示弱的频频回抢 今天凌晨在信义区的夜店外面 有人喝醉突然出手打警察当场被戴 但之后呢朋友前往关心 被挡在门外 所以他就呛瞎远警 甚至还出手打坏了防弹玻璃门 一起被上考逮捕 后来发现这个朋友 竟然是国安局的新进人员